好了,你現在在聽的《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大家看過訂閱狀況 網民編輯,正確無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亦希望大家可以按鈴鐺 以及將直播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了,講一下另一件事 另一件事就是 究竟美國的移民問題 是不是真的令到他們的罪案增加呢? 在共和黨他們全國代表大會之前三天 共和黨那群人,他就出來說 他就說現在移民的罪犯是激增的 是激增的,他那時候說 德州州長,他之前有聲明 他就說拜登總統歡迎那些強姦犯、殺人犯 甚至恐怖分子進入美國 我們付出的代價是致命的 這就是當時的德州州長 他是真的這樣說的 為什麼他會說這些? 因為這是一個選舉議題 但是是不是事實? 我就很實地說 我不認為這些移民 大部分人是罪犯來的 現在這些事情 我身同感受 以前那些人反對移民 他就針對中國人帶來一些罪案 那些 這個德州州長,Greg Abbott 他說的話是沒有道理的 當然 在德州,他也有一位參議員 叫做Ted Cruz Ted Cruz 他說 每天都有美國人死於移民所犯的罪行 其實川普在競選過程中 也是有這些言論的 但是 如果你看數據 美國的移民犯罪 其實是沒有激增的 近年來 美國的犯罪率 和移民率 是呈現一個相反方向的變化 你可能聽過一些人說 移民都是強姦犯 有很多強姦犯要進去美國 或者進去英國 BNO值得擁有 有這麼多強姦犯 移民走進來 將移民的人 標籤為食魔 標籤為強姦犯 這些是極右的宣傳 這些不是事實 我一定要說 其實在美國 他們非法移民激增的年份 就是2021年和2022年 但是在美國的謀殺案的比例 其實是很平穩的 還要下降的 如果你用一個很長的時間去看 在美國 移民和美國的犯罪率之間 的趨勢是沒有關聯的 這幾十年在美國 在外國出生的美國人的數量 是一直增加的 如果你說謀殺 在不同時期 會有上升和下降 是會有這些情況的 不是沒有 小藍以為美麗國好 就是太天真 其實 這一定要說 我沒有說他們好 也沒有說他們不好 我只是根據他們 見得到的事實去看 其實美國每年的 謀殺率 即是Homicide Rate 其實 在過去十年 其實都是低於之前的平均水平的 沒錯 在美國 有些移民是犯了暴力罪案的 美國是有超過4500萬的移民 他們裏面有些人 就好像其他社會裏面 其他群體一樣 都是會做壞事 事實上 美國每個星期 都有幾千個土生土長的人 犯暴力罪行 如果你究竟 那個人在哪裡 界定他是不是罪犯 這些本身 已經是一個標籤 只是標籤 他專門是犯法的 其實不是這樣的 任何人都是 嚴格來說 是一樣的 任何群體都是一樣的 裡面有好人有壞人 這個要講清楚 不是任何人 人的群體都是一樣 如果你用一個群體去看的話 裡面一定會有好人有壞人 有罪犯也有安分守己的人 其實川普和其他共和黨人做的是什麼呢 他們的說法就是 移民去美國的人 是特別有可能成為罪犯的 他們說出一些事例 但數據顯示是相反的情況 實際上移民犯罪的可能性比較少 邊境和非法移民的確有問題 但是 令到美國更多犯罪的情況 就不是移民引起的 如果更多移民會導致更多犯罪 其實如果你看美國或其他地方看到的數字 都是當地和全國的犯罪率 都會看到移民的流動飆升的 其實 當然 有些人說 他們說移民來到 他們會犯罪 甚至有暴力行為 這些可能性是很高的 但事實上 這些事情是完全相反的 如果你看到不同地方的數字 ROROR107就說 這些言論多久雨 先拿一些數字出來說說 我這樣打倒 死於非執法的槍擊 肯定不能差過移民謀殺案 不見針對賣槍的相反 其實現實就是 紐約、芝加哥、丹佛 都是大量的移民湧入 但是這些城市 他們的謀殺率是下降的 在德州邊境縣的暴力犯罪率 是遠低於整個州和國家的暴力犯罪率 所以 川普和他們那群人 經常說移民有個人罪行 其實不是一個大趨勢 他們做到的事情 只會令到一群人認為 移民都是罪犯的 這件事是很危險的 英國Nagel Farage 做的事情 也是一樣的 他會不斷說 移民每個人都是罪犯 移民每個人都是色魔 其實不是很可以的 卡川章就說 人有時也有直覺感官 好像香港人看到南亞人犯罪 就會覺得他們經常有打鬥和劫案 實際的情況犯罪率很低 因為感官上一聽到南亞人 就會覺得他們犯罪率很高 其實 新聞媒體或者議員 他們說的事情 做的事情 實際上 不是基於事實去做的 他們說的事情 是要製造一些聲音 他們製造一些聲音 來做什麼 他們只是誤道理而已 現實就是 他們說的事情出來 某些媒體 譬如說南亞人 犯罪率很高 經常偷東西 經常搶東西 實際上 是不是他們牽涉在很多罪案上 如果你看整體的數據 有多少南亞人和他們牽涉進去的罪案 你會發現一件事就是 他們的犯罪率 不會比本地人高很多 現實就是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守法的 當然香港有些媒體 是特別喜歡歧視南亞人的 有幾個議員 是特別喜歡歧視南亞人的 他們是專門這樣做的 他們挑起社會的仇恨 尤其是對少數族群的仇恨 這些是很可惡的事情 你自己做過少數族群 你就沒有理由去做一樣的事情 將自己變成這些惡魔 這些是很愚蠢的 Yu Seng Chan 就說 河馬直播間 哈哈哈哈 我今天不說河馬 我只是說阿琛 Tony Chow 就說阿琛 說他對合法申請移民沒有問題 但是那個情況就是 就算在美國 非法移民 其實進入到美國 很多國家 不是 很多國家 很多州份 或者城市 是不執法的 非法入境那些 都可以在美國打工的 那些非法入境 那些人給了一份工去做 又不犯法的 其實 在美國是可以的 譬如說我叫別人幫我搬家具 搬鋼琴 那些人都是請墨仔搬的 這些是沒有問題的 事實上你自己要做這些事情 根本很辛苦 也很貴 如果沒有墨仔的話 美國根本沒有辦法 正常運行的 他們的經濟 事實上一件事 就是移民犯罪的可能性 是低於美國出生的人 有一項研究 其實發現 無證移民的重罪逮捕率 是遠低於合法移民 和本土出生的美國人 那你要想一下 那些非法移民的動機 很多人冒著生命危險 他經過一些森林 或者叫做叢林 就是 蟻樹的叢林 經過河 又經過沙漠 由拉丁美洲去到美國 那他們想做什麼 他們只是想找一些更加好 人工更高的工 是不是 有些情況 為什麼要離開 在南美洲 中美洲 有很多人得罪了當地的社團 幫會 甚至獨囂 他們沒有辦法 一定要離開 為什麼要離開 避過這些犯罪和暴力 但是 其實 如果一個非法移民去到美國 他沒有證 他會不會自己主動去犯法 然後引來執法人員 對他的關注 你想想一下 他們有足夠的動機 去避免犯法 其實 就像英國那樣 那些 asylum seekers 你覺得英國那些 asylum seekers 真的會主動去犯法? 如果他在申請尋求或者庇護的時候 他犯法 馬上去第二屆出境 所以 有些人把那些 尋求庇護者 說成全部都是色魔 這些肯定是亂說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肯定是亂說的 是嗎? 這個 Admum 說 去到美國也不用犯法 其實 情況就是 如果你是非法入境的 你會專門去犯法 然後引來執法人員的關注 你在做非法的事情 會不會自己 打正招牌去犯法 然後就說 我現在犯法了 你拘捕我吧 會不會這樣做 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說那些非法移民 全部都是色魔 這些說法 除了狗急之外 我也不知道怎樣形容 對不起 還有就是 如果專門去犯法 你就會被人遞戒出境 尤其是在英國那些尋求被護者 美國那些非法移民 他們當然是 低頭在賺錢 什麼都不管 他們是 是不是 我覺得那些人是有一條底線 但是 對於 非法移民 或者尋求被護者的數量 大家看到的人很多 擔憂 這些是正常的 其實這些是正常的 但是 其實 在美國他們的自由派 市長 他們都知道有問題 不是完全沒有問題 為什麼他們知道有問題 他們有些公共房屋的資源 當你有很多非法移民進來的時候 他們沒有地方住 你要居住他們 那些公共資源是不夠的 其實就是 還有其他安全問題 就是邊境 一定是有問題 美國的邊境管得不夠嚴 即是在民主黨治下是不夠嚴 帶來很多社會問題是真的 舉個例子 就是那些毒品 流進去美國 還有 一件事 都是大家值得關注 就是 恐怖主義的風險 如果 那些非法移民進去 他真的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如果很容易進去 社區的話 這不是沒有風險 這是有風險的 但是 你不可以把矛頭 指向那些 想尋求更好的生活的人 那些尋求庇護者 英國就叫做 美國就叫做非法移民 你把焦點放在他們那裡 這些就是用來騙選票的 你如果真的要處理那個問題 如果真的要處理那個問題 就是 在邊境那裡做些嚴格的把關 你不需要大大聲說 做些嚴格的把關就可以了 當然 有些人去到美國 他們面對的事情 就是 充滿敵意的本地人 還有 那些本地人 就是 說粗口罵鬼那些 移民 還有就是 乘坐地鐵的時候 有些人是表現出一些 種族歧視的行為 看到 他的膚色是啡色的人 叫他死開 就是外國人死開 是有這樣的情況 現在 現在在美國 這些歧視問題 越來越嚴重 對他們有沒有負面的影響 我就老實說 一定有負面的影響 一定有負面的影響 那算了 我講到這裡 這些事情 就是 沒辦法的 一定會有些症棍 是利用這些社會問題 去為自己 爭取一些關注 有些人也會說這些事情 去爭取一些流量 一定會是這樣的 因為流量為王 這個世界現在是 有Viu就贏 沒有Viu就輸 是這樣的 所以我也告訴大家 這是沒辦法的 說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先休息一會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